最近有一個影片在網路上爆紅 我有看到 對 這個其實這個影片真的是 大家看了都會覺得說 哇 這個同學實在是太勇敢了 沒錯 非常勇敢 這是為什麼呢 帶大家看到的就是醒吾的表演藝術系 有日前就舉辦了這個摘星獎 那呢 最近有沒有看到這個黑衣的男生呢 他們就跟他的朋友一起上台領獎了嘛 沒有想到大家看到紅色圈圈 圈彩的地方 其實是一隻什麼 是一隻小牆 是一隻蟑螂就爬到了他朋友的領口上面去 那其實呢 當時呢這個黑衣男他其實也很害怕 他自己其實也非常怕這個蟑螂的 但是他就覺得說不行啊 我朋友都已經要跑到臉上去了 於是呢 他就非常勇猛的用他的徒手 直接把蟑螂給抓掉 然後丟掉 哇 他非常英勇的表現呢 也讓網友看到呢 只能說他實在是太帥了 發表得獎感言 因爲上竟然有一隻蟑螂 旁邊朋友看到抓起來一把丟掉 這朋友值得驕傲 鮮舞表演藝術系日前舉辦摘星獎 網友又有人得到團體獎 沒想到在頒獎時看到 朋友臉子上竟然有一隻蟑螂 這名網友表示他其實會怕蟑螂 平時看到還會大叫的那種 但是為了意氣 還是鼓起勇氣出手把蟑螂抓起來丟掉 他也補充 當天是因為學校莫名其妙出現很多蟑螂 他的朋友其實很愛乾淨 不是因為髒才導致蟑螂爬上身 不過網友一把抓掉蟑螂 實在是超級帥氣 接著要來告訴大家 新北市警察局 最近宣布了新政策 只要你提供了像是 道路事故的影像畫面 或是檢舉一些 逃逸的一些事故的畫面的話 你就可以領到獎勵金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 如果你是提供這個 道路事故影像的話 是智人受傷案件的話 每件可以得到1000元 那智人重傷事件可以得到3000元 那是智人死亡案件的話 每件可以獲得5000元 那另外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是檢舉肇事逃逸事故的話 那智人受傷案件的話 你可以得到3000元的獎勵金 智人重傷案件是6000元的獎勵金 那智人死亡案件的話 可以高達1萬元的獎勵金 其實我覺得這個還蠻不錯的 對 如果你有剛好看到的話 然後也可以提供影像 可以幫助解決一些事情的真相的話 也是非常不錯的 那這一個獎勵金的制度 會6月1號開始執行 所以如果你剛好在新北市有看到這些畫面的話 也都可以來勇於提供 沒錯 那接下來 帶大家來看到的就是國際消息 來看到的是北韓在27日的晚間 發射了一枚新型衛星載運火箭 不過就在一個小時30分鐘之後 就宣告發射失敗了 那麼南韓軍方就指出 其實火箭在發射的2分鐘之後 就已經爆炸了 海面上還有許多碎片 而南韓軍方也公布了相關的影像 根據路透社以及韓民族日報報道 北韓於27日晚間10點44分 發射了新型的軍事偵察衛星 但是火箭升空之後 在第一節飛行時發生爆炸 北韓官媒28日證實此事 並且宣告確認發射失敗 初步研判是因為新開發的一體氧氣 加石油引擎運作異常導致 其他可能因素還在調查中 而南韓則表示北韓火箭才剛發射2分鐘 南韓軍方就偵察到在北韓西部的一側海域 落下了許多殘骸碎片 評估火箭已經在空中爆炸 至於爆炸原因 南韓軍方認為很可能就像北韓的官媒所稱 在發射初期就已經造成引擎異常 而韓美情報當局正在密切合作進行分析 最後對大家來關心一下天氣狀況 今天可以說是全台有雨 那這一週來講的話 其實會有兩波的封面來接近哦 首先是今天上半天的雨時是最為明顯的 再下一波會是在週五的時候 那明天也還是有可能會下雨 所以出門時最好是記得攜帶雨具 那詳細的天氣報 我們來聽中央氣象署的最新說明 今天的話天氣其實相對來講是比較不穩定的 那未來一週的話 基本上天氣都是處在一個 封面比較接近或是在影響的狀態 所以各地都比較容易會有一些劇烈天氣的發生 提醒大家要特別的留意 所以今天白天整個的降雨 從北部一直到中南部地區 都是比較明顯的 容易會有局部的大雨或是豪雨發生 那到了晚上就會慢慢的 到了明天就會 到了晚上到明天就會逐漸的緩和下來 那目前我們是有發布豪雨特報的 那豪雨的區域是台中南投 然後雲林以南地區 那大雨的區域的話 就是從台北一直到彰化嘉義 另外花東的我們剛剛在10點左右 也有更新一報豪雨特報 花東目前也在大雨特報的範圍之內 所以要提醒特別注意 以目前颱風的狀況來說 我們最新的資料是顯示 這個颱風目前還是會持續的朝 日本的方向沉進 對我們沒有太大的影響 那目前它的發展有限 因為它所處的環境 所以我們預估它大致上就是會 維持大概在接近中度颱風 或是中度颱風的一個狀況 那它範圍也不會太大 對我們影響基本上不大 先來問問大家 今天早上出門上班上學時 有沒有遇到大雷雨跟大暴雨呢 沒錯雨真的是超級大的 我出門的時候 還就是天然交戰了一番 選擇要穿布鞋還是穿拖鞋 最後還是選擇了穿了我方便的鞋子 對那今天早上呢 有些人真的出門是雨超級大的 那尤其是中台灣的部分 因為中台灣今天真的是下得非常大 像是苗栗啊台中或是南投等等的雨勢都非常的大 那中央信項署也對16縣市發布了好雨大雨特報 尤其是中台灣多數地方呢是風大雨大 也傳出了非常多的淹水災情 也讓許多網友驚呼說根本就像是颱風天 轎車幾乎滅頂 家門前有條小河 連國道也變成滑水道 今天一早大雷雨轟炸中台灣 氣象署對台中市苗栗縣發布大雷雨災防告急訊息 多處淹水 有民眾拍下國道一號北上後裏出口雜道稍早的狀況 從畫面中可以看到積水超過半個輪胎高 車輛前行漸騎的水花幾乎快比車子還要高 甚至有車輛拋錨 國道警方趕緊出動紅斑馬 苗栗頭糞也有早餐店PO出門口馬路積水嚴重的畫面 要大家出門注意安全 有竹男的鄉親更在地區社團分享 永正路二段出現積水的現象 道路更是煙塵小河 警方和消防人員不到7點趕緊前往苗栗多處地下道 拉起封鎖線 生怕車輛受困積水中 但竹男正環市路移出地下道 還來不及封鎖就有一輛腳車闖路 結果整輛車幾乎滅頂 直接在深水區中拋錨 索性駕駛並未受困 8點之後雨勢漸弱 部分積水災情也陸續解除管制 但民眾出門仍得多加留意 注意自身安全 雷雨炸中台灣也讓各地傳出了災情 看到的是苗栗現有民眾就拍下了家門口淹水淹到了小腿肚的畫面 甚至還拍下了有人背著小孩涉水過馬路 有民眾在臉書社團 我是頭份人 PO出爸爸背著兒子 涉水過馬路上學的影片 並指出苗栗頭份建國路大頭路口 積水已經淹到了一般成人的小腿肚 讓他崩潰直呼 每一次下雨10次有5次都是這樣 造成的財務損失讓附近住戶是不堪其擾 希望相關的單位可以重視排水系統的問題 對此頭份市民代表會主席也在下方留言表示 針對建國路大頭路口交會處的排水溝 去年已經申請重新施作排水溝 預計今年上半年會完成工程 好再來呢 帶大家關心到的是端午節即將到來了 那現在許多的龍舟隊都在舉行這個訓練比賽 他最近有一張龍舟比賽的照片爆紅 就是這一張 大家可能沒有看到選手 看到的是這位女鼓手 他其實本來拉鍊是拉起來的 不過拉鍊一拉下來有沒有看到 非常火辣的一個畫面 那由於這個畫面真的太吸睛了 也吸引將近3萬名的粉絲來按讚 而他的IG也被神了出來 有臉書粉專PO出龍舟比賽的照片 也吸引2.7萬名的網友按讚留言 表示說好想要報名這一組來去參加 也有人說我有預感這艘龍舟會翻船 而且還是頭重腳輕的那種方式 根據港媒報導 這名龍舟鼓手爆紅之後被網友神出 時候他也在IG發文表示 他當時是跟朋友到香港去參加龍舟的訓練比賽 又因為天氣太熱了 他才會拉下拉鍊 沒有想到因此爆紅 事後女鼓手就在IG發文表示 他雖然只負責敲鼓 但可以做運動就很開心 也很感謝大家幫他拍照 接著帶您關心到演藝圈的消息 藝人郭書瑤他出道以來是以甜美的形象 擄獲許多粉絲們的心 但是他最近卻被爆出他的惡靈行徑 讓自家社區的住戶是怨聲載道 不僅是指控他一年多 他的管理費都沒有繳之外 還看到畫面中 他是用手撕掉了公告欄的一些公告 因為他包裹直簽售 他又不理 然後堆積在那邊 就讓住戶都感到相當的困擾 那麼對此郭書瑤他本人也做出回應了 郭書瑤出道以來形象甜美 並於九年前以1500萬元買下 可眺望台北101的20坪頂樓小豪宅 不料近來卻被爆料多重惡靈行徑 不僅積欠49000元管理費不繳 甚至包裹只簽收不領 以致佔據社區大廳 更撕毀電梯公告 讓自家社區住戶怨聲載道 以超級惡靈形容他 對於種種控訴 郭書瑤27日做出回應 表示 因為常常飛往海外工作 不在台灣 而疏忽沒有把日常生活事物處理好 但無暇不是理由 我以身自監討 會用最快的速度處理完畢 他也承諾 日後一定會延以律計 也請家人協助訂起繳納管理費用 私人物品也會盡快處理好 最後誠懇表示 很抱歉造成鄰居與管理會的困擾 我會想說 我會想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